我第一次那么不优扬的做这种视频 这是正经的莲花烤车书什么都认得 上海国际赛议车场路测是75周年 国内你可能路上都捉不到几台 活的呢 今天全部都给你负载了上站 第一次登陆上海滩 几台 全中国几台 全中国可能保守估计20台吧 20台有的 但是我这台车 搭上这个挡杆的话 全中国只有一台 太可怕 你快来看一下 这个是广东出席机 它怎么可以改 改出那么有 普豪的气质 其实不是自己改的 是这个厂商 做完这个变容箱之后呢 变成那个F3的供应商 这个挡杆现在就没有在生产 这个签名是你后面找人签的吗 我找的是柯林查普曼的儿子 就创始人的儿子 刚才给我们签的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 这里还有一个 所以这台车现在是加值连城 两百 哥哥 两百有吗 这个车没有两百 没有 它这个车只有170多马力 800多公斤 170多马力 中置后驱 中出 四元灯 人人的轻 轻 人人的轻 轻 我深刻理解到了一支什么话 就是说 我宁愿少10马力 但是可以帮我减重10公斤的话 我宁愿要轻一点 我特邀宋文婷女士 爬进去 爬进去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都不优雅的做这种事情 太胳膊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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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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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车 那就是也不会被到的地方 今天好来 没事 他刚才就坐进去 可能他触到触发了红道 这个帮上盘的助力 基本上属于没有好吗 然后这里的这个臀点 超级无敌地 就感觉你的屁股在磕 你的路牙子 江湖上永远不缺哥的传说 但是真的没几个人见过活的 大玩具的哥哥们真的是很会玩 他是能把人跟车的交流逼到极致的那种车 我相信这台车看着会很难受 但是就好比是中年爱情 就是我很喜欢他 但是理性告诉我不允许 你会选择吗 我已经说过大玩具了